有没有哪一场戏挑战大了吗 难度很大了 有 我记得有一场是跟 跟我爸的一场分别的戏 钟振涛老师 对他饰演的我父亲 可能当时的一些表演的经历 可能还不够吧 我觉得那场戏对于我来说 有一点遗憾 就我现在回想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演得更好 是那个紧张的表达方面吗 对对对 太紧张了 那个时候老想着把它演好 因为那场是重场戏嘛 当我最后去配音的时候 我发现那场好像 效果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 反而如果是放松的 把自己融到当下的那个情境里面 可能会更好 我也会紧张 我还是会紧张 对但是更多的是 让自己放松下来 就是当你觉得很紧张的时候 要提醒自己说 要放下来 放下来 放松 所以说明就是两个 不一样的境界 境界这个词太危险了 我觉得都会不断地进步嘛 不管从事各行各业 我觉得都是不断地在进步的 非常称之中的 我感觉不断地在 原因就两个产生 得不断地在这里